陈赫高 这是一个让无数武林人士瞬间弹腾的名字 他是哪一台下最阴险毒辣的格斗之王 只会背后偷袭专门踢弹打要害 动作看似神经病却昭昭致命 门下地只成一人对抗11名歹徒一样完美击杀 自己还毫发无伤 就连监狱防爆队都要请他当教官 1964年陈赫高出生在浙江寒州 从小就个肢挨得他整天被同学欺负 虽然为了保护自己长大后就学习武术 然而他却发现连教自己武术的师傅 都能被街上小混混打伤 他才意识到哪一台上的对决 都是光明正大赤手空拳 但街上歹都可不会这样对你 于是决定要自穿一套为了街斗实战而生的招式 甚至写出了一本极厉害超使用的无限制格斗这本书 首先使用招式的时候需要一直疯狂吼叫 这样做一方面是能迅速提升体内血液循环 调动肾上技术 另一方面是让歹徒看到这样的对手 以为是神经病 可能还会掉头就跑 第二就是要对人体结构非常有了解 胆部眼睛等部位都是人身体最脆弱的部分 当年陈恒高为了证明自己的格斗术很牛 每次切磋都能让那些所谓的功夫大师 有了淡淡的忧伤 但一样很多人指责陈老师无限制格斗术都是神经病才会练的功夫 第三就是要不择手段 这陈老师看来街头防卫不像在擂台上点到为止 白兔都是冲着你的命来的 因此能背后偷袭就不要正面交锋 能够打混打伤就不要只打成重伤 可以打成重伤就不要只打成轻伤 任何手上能拿到道具包括钥匙文具 啤酒瓶都能成为你的武器 而这种完全颠覆格斗观念的思维很快就被无数人当成笑话 加上陈老师打起来的时候动作非常浮夸表情也极度猙獰 但自从陈老师弟子冯建汉发生事情后 说的嘲笑都烟消云散 在01年十一个恶霸手持木棍上门骚咬冯建汉 在极度危险情况下他徒手打死一人打杀两人 瞬间吓跑其他恶霸 之后被法院判为合法自卫 恶霸还要赔偿他损失 在02年陈老师另一名弟子刘燕被七个歹徒拿着西瓜刀围攻 刘燕一把剪刀就击杀一人中山三人然后逃走 同样是被判定为震荡防卫 在05年陈老师大弟子罗神贵跟女朋友坐公交被三名小偷偷手机 被罗神贵喝住之后小偷居然拿着匕首和长棍围毆 瞬间罗神贵击杀一人中山两人 随后也被判定为震荡防卫 在这三件事情后各大电视台报纸也开始跟着曝光吃瓜 再也没有人敢嘲笑陈赫高的格斗术 就连监狱防暴队都会定时请他来当教官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街斗之王 虽然陈老师格斗术非常凶狠毒辣 但是成为他的弟子是最先学习的不是怎么实战 而是要先俗读刑法 了解合法自卫的定义并且因为招式非常致命 所以只有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而陈老师格斗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 快很准 但达到这三点需要非常艰苦的训练 在他视频中经常看到他有进行肌肉的训练 即使如今快60岁了 肌肉现场还是非常明显 最后想说的是 学到功夫虽然阴险毒辣 但只能面对凶狠的歹徒 能跑绝对不正面对抗 能和平解决绝对不会出手 毕竟忍者才是无敌嘛 好的 这里是俱乐格斗 格斗肯生点点优雅 白衣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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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